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当时的千万一颗初恋 而你千万一颗抱歉 你身上的父 有毒不灰 当时的千万一颗初恋 而你千万一颗抱歉 你身上的父 有毒不灰 在家里面不是就已经天天见面了 怎么还这么有兴致约我来老地方 不是你约我的吗 我没有约你 有 你传讯给我的 我 谢谢 爸 被设计了 那既然晓妮已经知道了 我们也没必要藏了 直接刚刚摊牌 亲爱的 喂 这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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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没有生了 什么 这小文 你可以带我去找我妈吗 你怎么回事 不要 小鱼回來了 怎麼不跟媽說一聲 就自己跑回來了 媽 媽 我就想回來看妳 是不是有什麼事 怎麼看起來怪怪的 小鱼 要是有什麼事一定要跟媽說 不要一個人憋著 媽可以 那個 媽 借我抱一下 怎麼了 沒有 今天覺得好冷 冷 妳再借我抱一下 妳好溫暖 怎麼會冷 今天挺熱的 是不是生病了 沒有 可能我昨天沒有睡好吧 今天覺得全身都無力 全身無力 可以 那肯定是生病了 媽帶妳去看醫生 不要 妳借我抱一下就好了 我多休息一下就好了 算是難 沒辦法 再不舒服的話 就要去醫院 知道嗎 對了 適合了 妳很想要去和她的 妳今天沒來 她怎麼了 我也不知道 他今天有事吧 也是啦 人家有男朋友 總是要出去約一約會 媽 妳是不是不喜歡我回來找妳 幹嘛這樣說 因為妳每次都要提別人 連這個妳也要吃醋 還不都是因為妳愛熱鬧 總是喜歡帶朋友回來家裡玩 很少看到妳一個人 我才會順口問一問的 我真的很少一個人嗎 對 妳看 妳結婚前 總是喜歡跟朋友溺在一起 那結婚後 又跟關山這樣子形影不離的 媽看妳 真的很難學會自己一個人生活 我會學會的 就算是沒有朋友 我也會學會一個人 媽只是隨便說說 要幹嘛這麼認真 沒有啦 只是妳提醒我嘛 我們終究是一個個體 所以一定要學會獨立生活 媽 妳不要擔心 不管怎麼樣 我一定會自己好好的 不會讓妳擔心 到底發生什麼事了 說出來 不要悶著 祝曉筠知道她老公外遇的事了 妳知道嗎 妳知道嗎 我第一次認識朱曉筠的時候 我覺得她就像一隻 張雅舞爪的花豹 但是我今天在她背後看著她 我發現我錯了 她就只是一隻小貓咪而已 她原本應該要被寵愛著的 卻突然被拋棄 她是多麼的弱效 多麼的無助 我曾經跟她講過 我很羨慕她 可以在她自己的世界裡 彈蕩蕩地做自己 可是我知道從今天開始 她再也回不去 她那個理想中的世界了 我真的無法想像她 要怎麼一個人面對這一切 我想說太多了 朱曉筠要我保密這件事情 不要跟朱曉筠講 你不要跟朱曉筠講 我當然不會說 今天朱曉筠都算保密 就表示 她一定還沒有準備好跟家人說 給她點時間平復一下吧 謝謝 謝謝 你想要什麼嗎 你倒是一天都不擔心我 安妮 我回來了 你氣色不太好耶 怎麼了嗎 我跟你說 我今天就看我那個 準備要投資的旅館了 然後我在門口就碰到宣恩 我就把她一起帶回來了 你要騙我多久啊 趙官先生 他有人跟我說 妳在宣誓在一起的時候 我相信妳 我家人懷疑妳的時候 我相信妳 我為了妳 我罵朱曉筠 我跟我媽講說 妳是全世界最值得相信的人 結果妳不想就被害我了 妳為什麼要告對我 妳為什麼 我就說嘛 傳簡訊給我們的 這是曉筠 誰說妳講話 賤女人 我應該三嫂就 你給我立刻滾 我永遠都不要剪刀 朱曉筠 你這一包腦記下來 滾 好啦 既然妳已經都知道這一切了 我也沒有必要再演下去 對 我跟宣言已經在一起 好了長一段時間了 你為什麼要践踏我對妳的信任 很不甘心 妳想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要跟妳離婚 妳在說什麼 我說我要跟妳離婚 離婚 妳現在自己偷吃妳還甩汰 要離也是我跟你離 在跟我賭氣嗎 張冠山 我沒有必要跟妳賭氣 十七年了 我受夠了 我沒有必要再戲劇忍受妳 忍受妳的家庭 我會跟妳離婚的 妳現在馬上跟我道歉 乖乖回到我身邊 不可能 我也絕對不會跟妳道歉 什麼 妳以前一做做事情就道歉 妳變了 我沒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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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在這一刻 做過我自己 妳想一想 以前妳跟韋婷 妳們那個時候是怎麼樣的嘲笑我 怎麼樣踮踏我 怎麼樣侮辱我的 妳記得嗎 嗯 我是花了多少年 我花了多少時間 多努力 我才讓妳願意看我一眼 妳為什麼要提這個啊 因為一切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 我 沒 錢 那以前事情妳不是跟我說 妳根本就不介意嗎 我一點都不需要去介意 因為這些事情通通都寫在我的骨子裡面 我想忘我都忘不掉 那妳為什麼都不說啊 傷害都已經造成了 我說過了有什麼用嗎 妳跟我道歉又有什麼用 妳知道這些年來 我在妳身邊 我娶妳 我逗妳開心 我陪伴妳 好不好 我討好妳家人 妳的朋友 我從來沒有把我自己當作是一個人在幹的 我把我自己看成是一種狗 一個畜生 那我們之間的回應呢 那我們那麼多的第一次呢 都是假的嗎 那些都是真的 因為我必須要 確確實實的讓妳感受到所有的開心 所有的快樂 我才能夠在這一刻看到妳失去所有一切之後 妳會有多痛苦 差不多是時候了 妳應該要好好地感受一下 被人家踐踏 被人家羞辱是什麼樣的滋味 妳不要再說了 老公 好 不說了 就這樣 我們離婚 什麼 你在說什麼 等一下 老公 放開 等一下 老公 我知道妳工作很辛苦 我知道妳 我知道妳工作一直都很辛苦對不對 沒關係 沒有關係 我知道男人們在外面工作辛苦 一定會受不了誘惑 我吃到 我怎麼會不知道 我可以容忍 我可以原諒你 你答應我 你這輩子絕對不會再跟宣恩見面 我就原諒你 你道歉 你跟我道歉 你還不懂對不對 你到現在還可以這麼高高在上 我絕對不可能跟妳道歉 我一直不會跟妳道歉 走開 走開 老公 走開 老公 你不要走 你不是說你一輩子只愛我一個人嗎 你不是說你只愛我嗎 要告訴你一個事實 我從來沒有愛過你 放開 好 記者 我真的 從來都沒有愛過你 你多麼痴情 答應過你了 不怪你 那是我的決定 決定不再勉強 你說愛著我 卻愛著另一個人 沒什麼留下了 沒什麼值得很 小雲 小雲 趙關山 我就跟你說我不喜歡你 你為什麼要是跟蹤我 但是因為我喜歡你 所以我不會放棄的 我就不喜歡你 為什麼那麼衰 對 對 是被我喜歡上次真的很衰 因為我會 只愛你一個 我都不會再去愛其他人 所以就算 就算你不喜歡我 我也還是會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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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歡你 唉唷 姐媽 對啊 雖然我知道 你跟他們都說我是變態 說我是騷擾他們 但沒關係 因為我就只是喜歡你而已 好 我最後再跟你講這件事情就好 這個 這是我自己打工存錢買的禮物 然後雖然它不是名牌 但我覺得它很適合你 翅膀 對我來說 你就像天使一樣 為什麼我沒有愧樂的感覺 網站 對我來說 很美味 好 感覺 來 這個丙文會答應嗎 怎麼辦 這要怎麼讓丙文答應 來 那邱總上次提出來的想法 你們就往他那個方向修正 好 我來處理 沒問題 交給我 彩雙明明人真的很好 結果我們帶了這麼多點心 香明料 總經理 又是陳彩雙寄來的快 謝謝 麻煩妳 他可以一次寄嗎 我今天已經收發去兩趟了 不去 總經理辦公室你好 好 我會轉答 總經理 妳的彩胖妹妹要我轉答 周哥 那個餅乾是我們兩個都喜歡吃的 你吃的時候要記得想到我 還有 那個提神飲料 是給你辛苦的時候喝的 所以你太累的時候 一定要記得 停 謝謝 不過 彩胖妹妹這次是認真的 這是一場持久戰 總經理 如果你真的把彩胖妹妹 當成自己的妹妹的話 請你一定要跟她說清楚 不可以讓她有太多的希望 知道嗎 我知道了 那麻煩你了 媽 我回來了 回來了 你回來還帶著這麼大的心理回來 我來就好 我來就好 就關山說她要出差半個月 所以我就想說回來陪陪你啊 我最喜歡跟你膩在一起了 說要回來陪我的也是關山的主意 這孩子真貼心 你也別怪關山沒時間陪你 她現在這麼辛苦的工作 還不都是為了你們的將來 你要多體諒體諒她 好啦我知道了 還有啊 生寶寶的事情 不要給自己太大的壓力 對 看你現在這麼瘦 身體又動不動發冷的 也好啦 趁這段時間 媽媽好好幫你補補身體 對了 爸呢 你爸輪休 跟釣友出海 出海啊 嗯 又出去兩天了 好 那 我先住小怒房間好了 當然好了 都很乾淨 隨時可以睡 好 那我先去整理行李 好 要不要媽幫忙 不用啦 我自己來就可以了 好 那我弄點東西 待會兒出來吃喔 好 謝謝媽 回來我好開心喔 我也很開心 好開心喔 好開心喔 謝謝 而且媽沒有發現 就會是這樣子 什麼時候有空 我約律師來處理離婚的事 是 好 阿公來 妳有跟靖州說 我到台北來嗎 當然沒有 阿公不是說不要說嗎 對 先不要講 我想給他一個優勢 對 一輪 大師 妳好 這位是陸進州的阿公 你叫他阿公就可以了 叫我小陳也可以 坐著聊 早我過來這裡 應該是有事情要拜託我吧 什麼事 事情是這樣子 上一次妳教靖州做的豬腳 我吃了之後 真的很靈驗 當天晚上就見鬼了 見鬼 對啊 晚上做夢就夢到我過世多年的老婆了 你啊 那個豬腳的味道 跟我老婆做得完全一模一樣 所以吃了之後就想到她 我們廟裡頭 過去只要做熱鬧 我老婆都是當大廚 她煮的菜大家都很喜歡吃 尤其是豬腳 所以這次熱鬧我就想到說 是不是有榮幸 可以請妳來當我們的大廚 幫我們扳鬥 什麼 要我幫你們扳鬥 對啊 但是很抱歉 只有五桌 只有五桌 是不是很簡單呢 不好意思阿公 我覺得妳有點誤會 我 憲哥 聊一下 朱曉彤 妳是讀個派題嗎 妳要我幫人家去辦的 妳又不是不知道我現在在最路徑中 長輩的意見很重要 妳就不願意幫我嗎 怎麼樣 她是不是不太願意 沒有 她願意 她超願意的 難道妳要讓老人家失望嗎 妳自己答應的 妳自己去讀 施理倫 又怎麼了 是妳逼我了 這是什麼 這 這是妳大事的時候 我送妳的生日禮物 對 那妳為什麼要我教陸基州 主主角的時候 妳不拿從而用呢 我怎麼知道那個時候 我為什麼沒有想掉 可能阿嬤有來幫忙吧 所以我昨天就突然間想到 翻箱頭過去找一找 終於找到了 我現在就跟妳一句話 妳認不認 一頓都出了六個 阿公 她答應了 妳 太好了 謝謝啊 謝謝 妳 好 回來了 嗨 怎麼是妳 妳怎麼知道我家密碼 哈囉 阿公 妳怎麼來了 不先跟我說呢 來 進來坐 來 阿公是要給妳驚喜 阿公他老年了 要辦桌 所以我來找他 請他幫我介紹大事 那大事什麼事 放心 丙門的部分我已經處理好了 阿公如果沒有其他的事的話 我先回去 等一下 有一件很重要的事 我也想聽聽妳的意見 坐 妳也坐 我幫妳算過了 妳今年紅蘭星洞會結婚 是 不應該違抗天意 應該順勢而為 該結婚就要結婚 阿公 我自己會看著辦 不用 我會替妳辦 我已經替妳找好 不錯的結婚對象 來 這些對象都不錯 艷獸繁迴 會不會對 溫柔皮貼 恰白白 口味齊全 任君挑選 等一下 阿公 阿公 這樣不行 婚姻這種大事不能用媒素之言 可是八字我已經幫他合了 每一個都很合 合不合要看能不能相處 對 來好 對 所以我才把照片帶過來給他挑 對 你挑一個比較介意的 然後再去跟他相處 如果有那種觸電的感覺 這樣就對了 妳 妳也幫忙挑一下 女人比較了解女人 來 拜託 這個我來會 這個 這個不行 顴骨太高 太強勢 不適合總經理 還有這個 兩眼之間距離太近 看不開也不好 那這個 眉毛太開 總經理撐不住 還有這個 骨盆太窄 不 我讓妳染得不好 阿公 婚姻是家庭的基礎 而婚姻的基礎就是愛 那要有愛 兩個人才能夠互相扶持 要互相扶持才能夠白頭到 就像我剛剛講的相處 能不能相處 就像是一個空間裡面有兩張桌子 這兩張桌子的人 都能夠和平共處 互相扶持 互相幫助 這才叫可以相處嘛 例如說像是小桌子的人 可以扶持幫助大桌子的人 大桌子的人能夠幫助 妳在幹嘛 我 沒有 我只是想 我想牽妳的手 果然還是不行 對不起 牽手要這樣牽 懂嗎 懂 我記得了 今天是我們第一次牽手的紀念日 這些這麼美好的回憶 你都忘記了嗎 姐 妳還沒睡 還是妳要睡了 沒有 什麼事 妳在想姐夫 好嗎 該不會姐夫不在 妳就睡不著吧 沒有 我只是在放空而已 我覺得妳今天怪怪的 鬧力怪 就感覺怪怪的 妳的感覺不太準 姐夫一出差妳就變這樣 婚姻哪天姐夫不在怎麼辦 妳頭髮怎麼那麼濕 趕快去吹乾 等一下感冒了 可是我有話要跟妳說 我今天有點累 改天說可以嗎 好吧 那我們明天再找妳說 晚安 記得幫我把燈關起來 好 她不在 她不在 我到底該怎麼辦 她要用心的 她用心的 重建那個舊的就可以了 沒關係 老公這樣睡起來也舒服 冷氣我已經幫妳調到27度了 要是太冷或太熱 遙控器在這邊 那邊小夜等妳晚上等 我都知道 都來幾次了 又沒有老人癡呆 坐 好 跟妳聊一聊 上一次香香跑台北來 然後假裝失蹤的事 她還跟我講 我沒有要罵妳 不對的是她 都是幾歲了 還在那邊塞性爹 說小孩子脾氣 妳是她哥哥 她有什麼不對的地方 妳要教教她 我知道她喜歡妳 可是這種事 我完全尊重妳 她要教妳 沒有 阿公 其實你不需要每年 特地的 在妳媽的既日的時候 來陪我 哪有 我是來找大師的 你來找大師 只是順便 是專程來陪我的吧 怎麼樣不行嗎 阿公來陪一下 金蘇的 有犯法嗎 沒有犯法 當然可以 好不好 祝你 你看這張大手 他吃東西都吃到嘴巴旁邊 看起來根本就不像挑食 你看 馬卡龍姐姐跟蘇嵐跳舞的照片 拍得也很好 好可愛 平常這樣子還不錯 還有 那個稀滷肉 跟那個紅芹米糕 對 這個很好 廟的很多人要吃 你看 這是他們寄來的卡片 把我們都畫上去了 好可愛 靖州哥哥小彤姐姐 謝謝你們生日會很開心 你看這邊有大海 畫得很像 還有評論 肉都把它煮爛一點 因為有很多老人家牙齒不好 你心裡聽我說話 你不想幫我辦桌 不好意思 我剛剛在想的事情 阿公 你放心 秉倫只要答應的事情 一定會做到 對吧 可是都沒在聽我講話 如果要我再講一次 會口口 那我就要喝剝拔奶茶 沒關係 我記得了 你說一定要有稀滷肉 還有安鹹米糕 然後肉一定要煮得軟爛一點 因為鄰居的牙齒不好 厲害喔 青菜甜甜的湯漆調調 跟靖州一樣 腦袋瓜子太好了 阿公 秉倫不但腦袋瓜子很好 他的手藝也很好 只要你說得出來的料理 他都做得出來 其實我們家靖州也一樣 手藝超厲害的 煮什麼都好吃 沒力氣 總經理只是做興趣的 可是我們秉倫不一樣 他是專業的 那 那他會解簽嗎 他 他還不會 你看吧 不會了吧 我告訴你 我們家金孫的 從小就被稱之為 鐵口直斷小神童 到廟裡拜拜的 都喜歡找到姐姐 還說姐的比我好 怎麼樣 這麼厲害喔 那可不 阿公 阿公 這裡有兩支籤 你可不可以幫我看一下 這個是 我跟總經理出去玩的時候 求的籤 你們什麼時候出去玩了 上週末 然後回去 不要讓我擔心 好 那有什麼事情 你要記得聯絡我 好 自己開門 自己關門 沒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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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小心 昨天睡得還好嗎 不用擔心我 我沒事 需要我陪妳嗎 不用 我真的沒事 謝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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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經理說 這兩張籤求事業和姻緣 都還不錯 是啊 是不錯啊 你的意思是說 要運來生 不要中心 去旁邊比較短久的人 最後結果是圓滿的 還不錯啦 跟總經理說的一樣 他表示我的願望可以實現了 好 不好意思 阿公 那個 我下午 處一覺是很有課 我先走了 好 謝謝 路上小心 慢走 好 金總 咱們是不是也該出發了 好 你們要去哪裡啊 今天是他媽媽祭日了 我們要去看看 那妳要去嗎 好 好啊 金總 我們又拿蜂蜜蛋糕來看妳了 今年啊 我跟金總 都過得還不錯啦 一切都平安順序 妳好心現在手機 又更上一層樓了 現在滷的豬腳 味道跟他阿嬤完全一樣 害我那天吃了之後 晚上就夢到他阿嬤 這個可愛的女孩子 叫做朱曉彤 來 自己介紹一下 阿姨 妳好 我是朱曉彤 第一次見面 我是總經理的祕書 妳有聽到嗎 妳說的總經理 就是靖州 妳好心做總經理 真的是光耀門湄 妳怎麼知道是 哪裡的總經理 就是李承 太厲害了 這跟李承什麼關係 李承 李承 是他媽媽最喜歡 帶他去的地方 那妳有很多他們母子之間 共同的回憶 妳憑什麼以為 妳有這個資格 幫我跟老公說這些話 所以妳就不反抗 也不拒絕 難道妳常自己內心 真正的想法對阿公真的是好的嗎 是 妳才自以為是 妳一直覺得阿公 沒有把妳當成自己真正的家人 妳才是那個沒有把阿公 當成自己家人的人 答應過好嗎 讓記憶停留在那一夜 妳的委婉多麼不甘脆 我的眼淚流得多麼痴切 答應過妳了 不怪妳那是我的決定 決定不再勉強 妳說愛著我 卻愛著另一個她 沒什麼留下了 沒什麼值得好用心 和爆分了Terry 我都難不公平 該如何放下 閉上雙眼假裝忘卻 曾落的永遠 當淚落下 淹沒了表面的傷 變得了誰 閉上雙眼 因為實現 曾落的永遠 那夜 曾經的謀言 會飛 我沒辦法再愛誰 為了 連一位 還會 雙眼 曾經 雙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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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眼